2024年第一次的天摄日 还适逢元旦 这种巧合大概要19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民俗专家克伯承表示 想要为自己赢得2024的好彩头 元旦这一天不能放过 民俗专家克伯承表示 2024年第一个天摄日巧遇元旦 而元旦清晨5到7点卯时在奇门顿甲树里 正好是玉女成龙有海格吉祥的贵人齐格时间 特别适合女性的朋友求贵人 在事业或学业上来年都能得到有利贵人的帮忙 缺业绩的业务员更可以是看看这个秘诀 面对西方站15分钟或坐货站都没有关系 可以没有跨年活动 但是这个迎接吉祥格局的时间方式千万别错过 这个时间的点同时是奇门顿甲里天地盘的丁人和 很鼓励夫妻情侣结伴参加总统府前升旗典礼 感情可以更加甜蜜 还是单身寻找另一半的更该参加 途中就有可能遇到原定的对象 如果是打算在新年度求职或者业务上需要签约的朋友 可以随身带上三个自己的印章建议材质要好一点的 避免价格低廉的木头章参加升旗 再来年要去面试或签约随身带着印章 可以为自己增加好运 除了这个大好格局时间外 按往例都可以煮潜水 或者是去寺庙拜拜许愿 愿望都特别容易实现 顾名思义既然这一天名为天摄日 就是玉皇大帝大赦天下的日子 因此我们最好也要苏食一天 为了自己过去的罪账铲除的好方法 上次天摄日所主潜水留下的硬币 这一天就可以捐出去 可以多选择名气不大 但确实有在做事情的社福团体 让自己的福分扩散出去到各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